心中不悔 悔就是退转 你决定不会退转 中悔就是中途退转的意思 为什么会退转 心不坚固 你不坚固 总还是有怀疑 看到释迦府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进 自然还有流年 还有向往 很想学习 很想看看 很想读诵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对尽忠还有怀疑 真正相信 真正明白 没有怀疑了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进 通通放下 法上应时 何况非法 非法是世界的死 佛法都肯放下 世界哪有放不下 这到底 通通放下了 这个时候 法菩提心 一向转念 就出现 决定没有中途 退转 遇到云也不退 哦 这个缘很多 许许多多的道门 都来找你 还有什么 哪些哪些道 比这个还要殊胜 还要容易修 你一听 心就动摇了 这叫退转 这叫退云 没有往生到 极乐世界 遇到这些云 很容易退转 一退转 就又高六道轮回了 极乐深重 看看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智慧猛利 能辨别是非邪阵 所以他断一身心 坚固不动如金刚山 故心中不悔 夜往之情 事出事法 一切境界 陷在他面前 他如如不动 他没有疑惑 所以他心不忠慧 决定没有中途退转 夜往之情 勇猛进进 陌后这一句 一无谢时 一生念头 没有懈怠 谢时懈怠 懈怠之音 是愿不胜 信念不坚 愿不胜 愿不胜 我们听了这句话 回过头来看看 我们自己 看看周边 这些同参道友 跟经上讲的差不多 总的一句话说 闲持无礼 修行功夫不得了 还是很容易 受外面境界动摇 受外面境界干扰 我们跟地形老和尚 那个各路将的徒弟比一比 不如他了 各路将能成就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 各路将成就的原因 就是信念坚固 愿深不退 就这两句话 我们今天确定 就这两句 我们的愿不胜 我们的信念 不坚固 不坚固 所以功夫不得了 不知道 那就 迷糊颠倒过日子 一直到灵命宗时 又回到轮回 高六道轮回 就这么回 就这么回事 知道了 要赶快回头 来得及 真正经历 成就经历 第十八月 跟我们讲得很清楚 灵命宗时最后一念 一念十年 都能决定 都能决定往生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亲眼看到的 夜神 没有碰过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临终的时候来求福 那三天的事情 他真心 真发愿 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 求生见度 三天 美国的华侨 周广大先生 有点 对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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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